麦德姆台风远离台湾不过全台各地道路持续抢修当中 包括在宜兰的苏花公路 苏澳段到五塔段在23号下午5点已经通车 和平到从德段正积极抢修 预计在24号下午5点可以全线通车 另外以51线田古尔西变道玉井西封闭 预计25号中午12点通车 再来是花东地区台八线110K到187K 花莲秀林以及从德多处土石摊坊进行预警性封路 预计24号下午5点开放通车 而台20线178K台东海端乡 力道附近的土石边坡道路阻断 预计24号下午6点通车 高雄地区台20线97K桃园秦河道复兴 以及梅山口至崖口路段 都因为电道流失路基冲刷封闭 预计7月31号下午6点抢通 嘉义地区台18线阿里山公路出口到石桌路段 在24号上午7点开放通行 另外石桌到阿里山公路路段预警性封闭 则是要到24号中午12点开放通行 通往莱吉村的149甲线47.5K变道 24号上午8点开放小行车通行 阿里山乡169线达邦3号桥路段 24号上午7点开放通行 中头部分头89线目前49K小行车可以通行 46K目前正在抢修 如果没有太大雨势 预计在24号中午抢通 15.6K 15.8K目前正在抢通 但我有确切时间 台八线和平德基路段 预计24号下午5点通车 而在台21线123.9K 139.6K 预计到24号下午5点半才能通车 虽然台风过境 但山区还是有间歇性大雨 右路人非必要物进入山区道路 随时注意安全 记者单位发展客整理报道 上午5点半才能达邦3号下午5点半 也能达邦4号下午5点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